这次证信佛教是说,佛教是一个厌世和出世的宗教 这个问题是有两种答案,一个是肯定,一个是否定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从表面来看,应该是肯定 但从通体来看,就是否定的 佛教的宗旨是志在解脱生死 因为有生有死是世间法,不生不死就是出世间法 世间法之中有生死,所以我们是苦多乐小,变幻无常 是不足以,是值得我们留恋的 佛教应用世人贪恋世间法里面的财色之乐 是好像那些弟弟拿一个锋利的刀锋上面的蜜糖一样 你是不够饱的,但你就会割掉你的舌头 这个比例是在42章经提及的 佛教中提及的五欲是什么呢? 就是财色明食碎 这个财色明食碎五种的乐趣 是好像我们如果有皮肤病或者是濕疹的朋友 他很痕的,你忍不住你就会去拗他 你拗的时候是觉得没那么痕痕的 但是你拗完之后呢,你就会很痛苦的了 因为你的濕疹是会加深了 所以世间的快乐是顺色坚的 而世间的痛苦是长久的 为了厌离这个苦多乐小的世间 我们所以要求解脱生死了 由此可见佛教是厌世的 亦都是出世的 但是佛教不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除了自己是能够出来之外 亦要切法令到一切的众生都能够出来 所以如果有人希望成佛 他必须先行菩萨道 菩萨道的实践者 必须更加深入更加广大地地入世 唯有打入这个世间的群众之中 才能够化道群众 化道群众必须更积极地肯定人生的行为价值 并且发挥人生的道德价值 否则自己在群众之中 没有个人的贡献 没有特殊的服务 没有却悦的表现 群众怎能够深入诚服地接受化道呢? 所以凡是正信的佛教徒 无不以入世为手段 可知厌世是入世的启发 出世是入世的目的 虽然小成的圣者 有些是治疗汉 入了涅槃之后 都不打算再来世间的 但是法花经中提及 凡是真罗汉 终究必须要回小向大 发大诚心 行菩萨道的